Hello大家好,我是春奧 再跟進一下台灣地震的最新消息 至今全台已造成4死711人受傷 死傷數字還有可能上升 據了解4名死者都在花蓮軟硬 包括3名登山蝦 在泰路國報道被落石擊中身亡 花蓮的房屋損位比較嚴重 據了解有43棟房屋受損 其中花蓮市牽原路9層高的天皇星大樓 嚴重傾斜 多名住戶受困 消防隊出動雲梯車救援 救出住客 據了解仍然有一名女子受困 消防已探測生命跡象 正在找她確實位置展開救援 至今花蓮有98名傷者宋遠自理 全台各院士都已經派出特首隊趕赴花蓮協助救援 台灣氣象部門截至中午時份 錄得58次魚震 其中2次強度更在6級以上 大家看到有當地居民拍到地震一刻 山崩地裂的情況 確實非常恐怖 這位司機時運算高 遇到地震 立即掉頭 武鞋玩劇走 有多快 走多快 大家看到今次地震有多強烈 見到應該是一間酒店天棒的泳池 旅客在游游下水 突然間地震 泳池就好像在大海般波濤洶湧 在窗化 早上地震的時候 見到一些食客在吃早餐 地震非常強烈 令大家不知所識 台北市的震感也非常強烈 有網民拍到大廈不斷搖晃 好像一塊布甸一樣震一下 有建築物 看到有些物料 不知道是物料還是水 不斷地跌下來 大家看到地震造成台北市捷運高架橋 出現錯位的情況 相當危險 所以全台台鐵、高鐵、捷運 全部要停駛 而受地震影響 花蓮的鐵路完全中斷 交通部門正加緊長收 預計最快都要明天4號凌晨 才能單向通車 爭取後日能恢復雙向通行 地震之後 有網友拍到疑蘭著名景點 龜山頭的龜頭都斷了 震撼畫面曝光之後掀起熱意 對此當局澄清 說龜山島的龜首未斷 只是小部分跌下來 現在封了島 檢查設施以拆安全之後再開放登島 地震發生之後 郭嘉賢、朱元部一度發出最高級別的海嘯雨景 及後線解除 而日本和菲律賓亦一度發出海嘯警暴 沖繩打霸機場曾暫停紅包的升降 導致大批旅客滯漏 澳門方面氣象局預料 台灣地震將會引致本澳海面上升 不高於0.1米 預期對澳門的影響不大 而有學生團體說 正了解在台澳生受影響的情況 暫未收到求助 旅遊業界又相信 地震對短期到台灣的旅行是有些影響的 好,這一集看到先 如果想支持我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下集見